第15题 关于下列各图形的叙述何者错误 A 甲 手势力提重物静止等候公车 此力对物体没有做工 这个是对的 因为我们是静止等候所以没有位移 做工是力量成位移 所以没有位移就没有做工 选项A正确 B 以手势力将质量1公斤的物体等数抬高1公尺 合力对物体没有做工 这个也是正确的 我们看到等数这两个字就知道呢 合力等于0 牛顿低运动定律 不受力或合力等于0的时候 静者横静动者横坐等数率直线运动 做工是力量成位移 没有力量就没有做工 所以选项B是正确的 C 丙 小康等数沿斜面上楼 重力对他没有做工 这个是错的 因为我们小康岩斜面上楼 有一个垂直向上的位移 而我们的重力是向下的 所以我们有力有位移 而且这两者互相平行 而且我们知道重力做的是复工 因为他跟位移方向相反 所以选项C呢说 重力对他没有做工是错的 选项猪 丁 守施力使球在水平面上做等数率圆周运动 守对球没有做工 这个是对的 因为守对球的施力是 所谓的向心力 向心力很指向原因 永远都跟顺时运动方向互相垂直 所以力跟位移永远都互相垂直 虽然有力有位移 但是因为互相垂直没有平行 所以向心力必不做工 选项猪是对的 因此第15题问我们说 关于下列各图形的叙述何者错误 我们答案选的是C 丙 小康岩等数 前斜面上楼 重力对他没有做工